战争是冷血的、残酷的、付出的不仅是严重的经济损失,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。 战争在催生各种黑科技诞生的同时,也会将这些科技用于战场,带来更大的杀伤力。 除了高科技武器之外,还有一种科技含量不算高的武器,但是堪称陆军恶梦、弓箭力气,这就是火焰喷射器。 看着威力,就是关于赛事,也得躲着点,实战意义上的火焰喷射器诞生于一战,虽然威力比不上重机枪, 但是在剑战中,他所带来的肉体伤害与精神震撼,是超出想象的。 卧军在对越反击战中,就利用这个神器,狠狠地教训了越南人,对越反击战打响之后,卧军置如破竹。 但是越南军人都是精艳十足的老兵,并借助地形给卧军带来严重困扰。 众所周知,北越的地形多山,而且有很多喀斯特溶洞,经常还是洞中逃动。 越南的冰游子打不过,就躲在洞里不出来,我军进去搜,敌岸我明容易受到伤害,要是打吧。 这栋都是弯弯曲曲,子弹手雷根本不顶用,更何况越南人还在里面修了攻势。 这时候,护线喷射器就排上大用场了,由于喷射的油料不仅可以拐弯,还有粘副性,可以说碰到奶就烧奶,在燃烧的同时还能消耗大量氧气,顺带产生毒气,令敌人窒息。 除了头老鼠洞之外,喷射器也是打碉堡的利器,在2月17日战斗打响后,我军某团三联战士在夺取高地时,被敌人安保挡住,去路,副连长命令火力掩护,喷火兵上前运回到敌人阵地30米的地方。 在第一瓶打偏的情况下,随后两瓶准确打中地堡,烧得敌人哭也喊羊,四分钟就解决战斗。 2月28日,某团一连奉命攻占两处高地,在一处无名高地处,受到敌人机枪交叉火力阻挡,三拍在无后座力炮掩护下发起冲击,与敌人倒冰箱间之后,喷火气发威,接连摧毁敌人多个火力点, 并用喷火气消灭堵起来的敌人,此战,仅付出微小的代价,就击毙越军60余人,将获大批武器的药,喷火兵如此厉害,打得越南人都快崩溃了,对此恨之入骨,越军为了报复,经常把喷火兵当作优先打击对象,小烈士孙玉奎就是这么牺牲的。 1985年2月11日,两三宝玉作战中,最残酷的松毛领战一打响,在攻占104高地时,两个帖子的战士冲出去没多久,就被敌人抛火吞没,眼看战有一个又一个的倒下,孙玉奎背起火焰喷射器,带领突击队员,想打掉敌人火力点, 在距离敌人还有板米的地方,敌人发现了,有喷火兵想上来,立即召集火力打击,一排炮战袭来,孙玉奎身中,265枚蛋片壮烈牺牲,年仅22岁,更多历史信息,欢迎搜索China Hero5988,关注微信公众号,历史之谋,每天三分钟,成就历史大人,你可等你哦。